自轩辕围剿神农残军失败,已有三个月。 专须负责的和运出了大差错,皇帝恼怒,令专须搬回昭云殿,不许在下山,好好思过。 恰好神农山的一座小宫殿因为几百年无人居住,年久失修,坍塌了,惹得神农族的不少老顽固们不满,上书皇帝应该好好维修神农山的宫殿,神农山可是中原的象征。 皇帝同意整修神农山的宫殿,尤其是紫荆殿,众位官员商讨该派谁去,身份太低的,不足以代表皇帝,身份高的,又没有人愿意去,已经废弃的神农山需好生命。 这是一件看上去很不错,其实非常差的差事。 皇帝身边的靖世偷偷和坠粮,使军他们说,皇帝打算从他们几个孙子中挑选一个,坠粮和使军吓坏了, 神农山能叫得上名字的山峰就有二十八峰,一座座宫殿整修,每个百八十年根本回不来,修好了,是应该,修不好。 那些中原氏族恐怕会不停上书批驳,现在爷爷的身体那么差,万一爷爷有个闪失,他们人在万里之外。 那,使军想了个鬼主意,和坠粮一说,坠粮在和父亲商量完,都觉得如此办,既能解了眼下的燃眉之急,又可以趁着皇帝现在弃恼专虚,彻底把专虚赶出去。 否则专虚在轩原城,只不准又能把皇帝哄得上了心,毕竟只有专虚能住在昭云殿,和皇帝日夜相伴,他们却是没有皇帝的召见,连昭云殿的门都进不了。 朝臣们挤经商议后,有人提议让专虚去,得到众朝臣的纷纷赞成,皇帝思索了一夜,同意了朝臣们的提议,派专虚去中原,负责整修神农山的宫殿,行程定在了明年春季。 眼下,失去了徒山井的助力,他也因过被剥夺了职务,还有大半年的时间,要闲置在轩原城,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,那就是趁机偷偷戒掉坠凉的药引。 只不过,这是交给轩原城的任何一位医师,都容易走漏风声。 专虚冥思苦想了许久,忽然想到了桃妖。 自上次一别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,也不知他身体康复了没有。 他派人去了之前他住的宅子,那里早已人去楼空。 上次在歌舞坊虽遇到了防风被,但他一个外男,尾时不太方便直接去问人家妻子身在何处。 专虚在轩原街头漫无目地走着,不知不觉来到了花妖店的门口。 只见店里门庭若市,小花妖们正忙着接待登门的达官贵人,老板花姑朵则在前台清点今日新到的货物。 专虚走了过去打招呼,花老板。 花姑朵停下拨算盘的手,抬头,顿时喜笑颜开,哎哟,王孙殿下,又来买花露。 专虚扫了一眼陈列贵,问,还有桃妖制作的花露吗? 花姑朵从新到的货瓶里翻出一瓶,笑道,赶巧了,这瓶就是他刚到的监货。 前阵子他受伤了,休养了大半年,最近这半个月才恢复工作。 专虚拿出一袋金子,递过去。 花姑朵心领神会,还是给您包好,送去高兴王宫。 嗯。 说完,专虚又递了一袋金子过去。 花姑朵这下看不明白了。 专虚也不掖着藏着,直截了当地说,我想请花老板帮我给桃妖姑娘带一封信。 信上的内容不能任何人知道,而且,你帮我传信仪式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,否则会有或是牵连你和整家店。 花姑朵的笑意,瞬间将在脸上。 作为轩辕城的常住民,他当然知道王孙与五王七王不合,自然也就知道他口中的任何人指的是什么人。 指王孙这金口一开,他帮不帮,做不做便都是进退两难。 专虚知道他的顾虑,诚恳道,我有事求助于桃妖,关乎性命,希望你能帮帮我。 花姑朵犹豫再三,最终还是应了下来。 信是跟着制作花露的原材料一起寄出的,当小妖拆开信件的时候,愣了一下怎么一个信封里装着三封信。 然而代读完这三封信,他一个人失神地在药房待坐了很久。 这天,像柳归家的很晚。 过了三更,小妖才听到院门开合的声音。 他人并没有马上回卧房,听脚步声是去了静视。 他有些担心,便起身跟了过去。 香柳察觉到他在靠近,赶紧用灵力清理了衣服上的穴子。 静视内连蜡烛都没有点,小妖推开门只看得到他的身形轮廓,虽然土纳上算平稳,但他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,他受伤了。 知道你受伤了,躲什么?小妖借着月光,慢慢往里走。 香柳怕他被东西磕绊到,忙打了个响指,蜡烛亮了,他朝他的方向迈进了几步,淡淡道,伤得不重。 小妖拽过他的手腕,为他把了花卖,然后翻了个大白眼,内伤未愈,又添心伤。 当真是九个脑袋不怕疼。 香柳笑了笑,有夫人心疼我,我自然就不疼了。 小妖气得去揪他的耳朵,却发现他病脚仍残留着穴子,心头一阵不忍,转而拿起帕子沾了水,替他擦拭干净。 完了又将自己的衣领拉低,把雪白的脖子送了过去。 香柳拒绝,你有身子呢,我吃些你练的丹药就好,你的内伤喝了我的血好的更快。 小妖坚持道,你要不吸,宁个我还要割腕放血,为你炼药,那个更疼。 香柳拎不过他,只埋下头去,浅浅吸了两口。 香柳疗伤结束后,小妖仍没睡,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着他。 你不困吗? 他把他揽入怀中。 下午睡过了。 小妖的头枕上他的胳膊,问,怎么受的伤? 他说,回家的路上被一拨人尾随,我绕到林子里去解决了他们。 他们身法各异,不像是安慰死士,倒更像是杀手,应该是五王花仲金派来刺杀我的。 听说这次围剿失败,让他失了皇帝的圣心。 小妖轻声,呕了一下。 香柳觉得他情绪不太对,问道,你是不是有话要同我讲? 他游移了好一会儿,才开口,专需拖花孤朵,给我送来了信。 他知道了。 香柳神色一领。 小妖摇头,感觉应该还不知道。 他给我寄了一张巫医的药方和一封信,说是吃了这个药方配的药丸有些上瘾,想让我帮他借除药瘾。 他身边能人不少,干嘛非求助于你。 庆尚说,他身边有不少五王七王的细作,用府上的医师怕被看出端倪。 香柳知道,他不会不管专需的死活,默默等着他说出他的决定。 小妖见他忽然不作声,仰头问,你是不是不想我帮他? 香柳反问,我不想,你就不帮了? 香柳想了想,讨好道,你若不想,我就写一张药方寄过去。 你若同意,咱们就一起去轩原城,我给他切个卖,开个药方,再回来。